荒野求生最新一季开播 一群少傅在非洲抓鲶鱼 鲶鱼多到根本吃不完 直接放在火上烤 少傅们吃得停不下嘴 在非洲荒野求生 就像度假一样舒服 时间来到第六天 盖里组合这边享受完大餐后开始焦虑 他们依旧需要为食物而发愁 庇护所还不够好 盖里计划继续完善庇护所 吉里米和特伦特外出狩猎 这个队伍分工明确 盖里负责搭建庇护所 其他两人负责外出寻找食物 他们在附近瞎逛 主打一个就是碰运气 突然一只大鸟出现在这里 他拿着弓箭就开始射击 很可惜并没有打中 大鸟在空中不断嘲讽这两个嗨老 他也不断拿着弓箭再打飞机 拿着弓箭再射鸟 这别独自三次都没中 说你是菜狗都侮辱狗 鸭男组合这边目前是最惨的 这么久一直没有吃到蛋白质 梅兰尼开局晒伤就躺到现在 他基本没有给团队带来什么贡献 鸭男每天都外出狩猎 鱼狗没带弓箭又没带 手持一根铁棍怎么狩猎呢 他来到尼坑边把自己涂黑 尝试这样伪装自己 他搭建了一个隐藏点 这里刚好是顺风味 野猪不会闻到他的气味 他拿着长毛随时准备狩猎 妹子祖和这边 饿了就来吃自助餐 想吃多少拿多少 直接把鲶鱼放在火上烤 他们现在可算是最享受的 轻松就能得到食物 虽然不是很好吃 但最起码顿顿能吃饱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男人 来袭组合这边 他们失去了一个队友 成为了最弱的队伍 他们来到岸边发现吹大风了 水位也在逐渐上涨中 这意味着远处在下雨 一场大雨即将降临 他们赶紧收集叶子完善庇护所 附近只有这种棕梨叶子 这种叶子挡雨效果并不好 但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谢恩离开后 大只狗要做的事就非常多了 盖里组合这边 他在挖一些淤泥 盖里也知道快要下雨了 所以他想挖这些泥土来做一个壁炉 他只能保证火不灭就行 屋顶什么的根本无法完成了 所以只能造个壁火维护一下火堆 粘土加一些沙子混合 这样会使他变得更加坚固 这个壁炉如果用来烤饼就更好了 队友回来后看到这个壁炉 似乎并不是很高兴 因为他们更加在意有没有屋顶 很显然他们没有看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 队友认为这个炉子下雨会被淋垮 他们都好像在埋怨盖里 为什么不弄屋顶 这个东西他们越看越不顺眼 而盖里还在搬泥造炉 两个队友在摆烂也不搭建庇护所 如果他们狩猎到食物回来吐槽还好 又没狩猎到食物 又怪盖里没弄好庇护所 鸭男组合着扁 他一直在外面蹲守 前方好像有个大猫 应该是一个狮子 傍晚的时候动物开始变得活跃 鸭男拿着长毛随时狩猎 狮子也出来逛夜市了 队友在庇护所里大声喊叫鸭男 非常担心鸭男是否被狮子吃掉 这还老是真的敬业 这么夜了还在外面 这里可是野兽横行的非洲荒野 周围都是野兽的叫声 鸭男还在这里守着 摄影师估计怕得要死 他也大声喊叫下午对方 队友在庇护所也担心得要死 夜晚的气温比较低 鸭男在外面感觉冷死了 好在鸭男最后还是回到了庇护所 作为全队里唯一一个男人 鸭男被两个妹子宠着 他们围着火堆坐着 刚刚的担心一直没有缓解下来 晚上的时候非洲开始下起大雨 盖里他们只能站着淋雨 看到他们维持的火堆 队友又开始责怪盖里 没有早点搭建庇护所屋顶 难道今晚只能这样站着睡觉吗 鸭男组合这边同样如此 所有的队伍都没有搭建好庇护所 他们只好不断往火堆加柴 一直在响雷滴水 大雨还没正式下 柴火就已经烧完了 地上开始积水 火堆也开始逐渐熄灭 妹子组合这边靠着墙壁 有点挡雨的位置 是否是霍林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大雨持续下来 妹子这边的墙开始坍塌 只有莱西组合这边是搭建了屋顶 但一样被雨淋得非常糟糕 下雨天非常冷 火也快烧完了 莱西在苦苦支撑着 大只广在旁边还非常镇定 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莱西 时间来到第七天 昨晚一整晚没有睡觉 大只广已经被冻得僵硬 但老看他还能冻 他应该说的是小弟被冻得帮硬 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向莱西取暖 莱西表示非常感谢 他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妹子组合这边 他们的庇护所墙壁非常危险 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他们在考虑搬家的事情 虽然他们有吃不完的链鱼 但没有男人 他们看起来就是憔悴 亚南这边也是非常狼狈的 昨晚是他们尽力最糟糕的意外 少傅也变成了颠颇 他们也想要搬家找个好地方 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估计会和妹子组合相遇 反正这里找不到食物 搬家或许是一件好事 把破烂的地图拿出来 周围也看不到一处好地方 所谓的搬家就是搬个铁锅走 是最惨的 什么都还没有吃到 走的话可能会被累死 不走的话 在这里肯定会被饿死 路上的警戚很多 他们被扎了无数次 盖里这边也被折磨得非常疲惫 大家都感觉非常疲惫 盖里一直负责庇护所的搭建 经过昨晚的教训 他今天要把庇护所的屋顶搭建好 杰里米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他现在感觉非常饥饿 之前荒岛求生就是被饿退赛的 这一次他非常想完成挑战 但晚上寒冷和饥饿的折磨 让他非常难受 非洲的白天非常火辣 莱西想要制作一件皮革衣服 他还想要给皮革染色 准备用尿液上色 把皮革铺在石头上后 然后莱西站在上面开始拉尿 这简直就是颠簸 旁边的长颈鹿 目睹了这一过程 妹子组合这边在外面寻找位置搭建庇护所 这个位置比较好 但有一坨大象的粪便 林塞发现一棵倒下的树木 刚好围成一个区域 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或许会好很多 他们开始清理地面 在这里搭建 一阵阵寒风吹来 整个非洲就像被吸成干事一样 亚南他们一直在寻找位置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吉里米和特伦特在钓鱼 他们隐约听到了有人说话 盖里在砍伐木头 他们也听到了有人砍柴的声音 海老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亚南大声喊叫 果然是有人来到了这里 他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鱼都不钓了 饿死也没有妹子中药 饿了这么久 终于来了妹子 两人赶紧进行对对碰 没想到会如此合适 沙拉这是有这么激动吗 海婆见海老 他们一直紧紧抱着布松开 梅兰妮决定今晚榨干几厘米 特伦特也赶紧抱另一个 剩下的才轮到盖里 亚南说他们已经饿了七天 最后连雨都没法躲在搬家的 然而这里有水有食物 沙拉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莱西祖河这边 她叫大只广来撒尿 因为皮革还需要继续染色 几天没有喝水 这肯定是难为大只广了 当他们来到这里后 发现晾晒的皮不见了 它被弄成一堆泡在尿坑里 大只广非常惊讶 这究竟是什么动物这么没道德 皮毛被弄成一团 但附近又没有脚印 那么这东西肯定是从水里爬上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排除法确定 这基本可以排除不是龙虾弄的 亚南在附近到处瞎逛 她现在感觉到非常饥饿了 已经想要退出挑战 但在八公里外的马特 她选择独自生存 今天狩猎到了一头鹿 她把鹿皮去除 取下一块新鲜的鹿心 忍不住咬伤一口 她把肉切成条挂在树上 第五天的时候再处理鹿皮 动物皮毛能用来做非常多东西 这嗨老现在是最享受的 拥有吃不完的肉 晚上下雨的时候 她把皮毛盖在身上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 该冷的还是要备冷 接下来马特是否选择 与其他队伍集合呢 这还得看她个人想法 亚南想要退出比赛 杰里米劝说她再坚持一下 现在还没到一半的时间 再坚持一下就饿死了 可能是实在太饿了 亚南选择退赛回家 队友根本劝不动 亚南和队友道别后 就选择退赛了 曾经作为最幸福的男人 但一直挨饿 最终亚南坐上小骑车离开了这里 非洲这个鬼地方 她真的受够了 妹子组合这边 他们已经搭建好了庇护所 但依旧是躺在地上 有吃不完的鲷鱼 他们还不完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非洲的野外许多劣食动物 他们晚上不是很困的话 根本不敢睡觉 只能靠一堆火来取暖 轮流值班守夜保证安全 莱西这边 大只广终于和莱西睡在一起 她竟然还睡里边 大只广虽然大只 其实就是一个娘炮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一头狮子在外面咆哮 大只广被吓尿了 接下来他们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期待下一集视频的更新吧